當然就是主要有一個list 就串列 跟字典 字典的話就是key value 就是它一個key一個value 有點像json檔 網路上很多開放資料都json檔 它兩者 比如說你登錄下來知道 你可以把它放在字典檔 dictional裡面 其他還有像檔案處理 就是說 你要永久性儲存的話 你不能放變數裡面 不能放在list 這個list跟dictional 因為它會 只要程式執行結束了 那裡面資料就不見了 所以你永久性儲存 你可以放檔案 或者放資料庫 那 或者甚至你可以放eSale裡面 那因為主要原因是 Python它沒有像那個VBA 它本身就是附加在eSale裡面 所以呢 VBA的好處是直接可以把eSale 當成是儲存檔案或資料庫的地方 所以我們很習慣的就直接在VBA裡面 要儲存資料的話 像資料庫的概念有沒有 其實以Sale有具備欄位 裡面的資料幾筆 那它最大的筆數可以 達到1048576 100多萬筆 那其實也夠用了 OK 那所以呢 Python當然沒有這種好用的東西 不過後面我們會講到 你還是可以把它輸出成一個VBA的檔案 那裡面的話 當然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 list裡面 裡面常見的一些相關 可能你需要知道的相關的功能 包含就是說 重複幾次你可以乘上N 乘上幾次 然後它就一直重複去做這些事情 那裡面可能比較 常用的一些方法 像那個L1N L1N的話就算裡面的次數 最小最大 甚至Index它的鎖引值 然後Count它裡面的次數 Append這個等一下會用 就是說如果你要在後面再加一些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Append的話 去把資料再把它加進來 那其他的話 我想有一些方法 像Source 排序 OK也會用到 Reverse剛好顛倒 Remove是移除掉某一個 甚至Insert 你也可以插入一些新的資料 那比如說以底下我們這個地方來看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需要Run一個簡單的程式 請輸入那個學生的成績 比如說有1、2、3、4個同學好了 那我要怎麼能夠 第一個 能夠讓使用 就跳出來 請輸入學生成績 當它輸入-1的時候跳離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想到 我可以用File回圈 File回圈呢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讓它一直跑 直到什麼呢 直到它不是-1的話 那你可以跳離 最後再把輸入的這東西 再把它加起來之後 可是問題 你假設使用者輸入的話 要放在哪裡呢 通常我們假設你放一個變數也不對啊 因為變數的數量變成你要一直增加一個變數 而且可能要再串不方便 所以理論上呢 如果你會有重複輸入很多資料 你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那個list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demo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專案 也許你new一個新的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append 底線wire 或者你可以取一個名稱 list 也可以啦 list sample等等 那接下來我大概跑一下 就是它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概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變數 第一個 scope 這個scope後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會是一個中瓜糊 而且裡面是空的 表示說我這個地方 先新增一個list 這個list裡面呢 先不用放任何東西 那我什麼時候放呢 當我input的時候 把資料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append 有沒有 這邊有個scope 配合一個叫append 這個方法 可以幫我把輸入的資料 放進到哪裡呢 放進到這個list裡面 輸入幾個 直到什麼呢 直到我這個input的這個資料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1的時候 那如果等於 就是裡面的數字 假如是-1的話 就跳離這個回圈 假如 不是-1 比如說我輸入正確的成績的話 那他就會怎麼樣 幫我執行底下的 不等於的時候才進來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好那 最後的話呢 把總共有幾個學生的那個 這個資料 你可以用L1 有沒有剛剛有提過 你可以把這個list裡面 到底有幾個 你想說為什麼要-1呢 因為這地方的話 我們算長度 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我們 有 假設輸入的數字 總長度 裡面的學生數量 -1 總共有幾個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1 對 最後會多一個-1 所以你要把那個 因為輸入之後 你輸入-1 他一樣會把append進來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它剪掉的話 會多一個-1 所以你等一下 假設你這樣子 像是-1 我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後面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for i 等於range 從第0個 為什麼從第0個 特別是 那個list 他是從0開始 不是從1開始 如果從1開始 你第一個成績就不見了 然後呢 到哪一個呢 到總共有幾個 而且一樣要-1 因為最後那個-1不能出現 然後這個我想前面 就是把它 這個是 加等於是說呢 total等於total 加上裡面的資料 我們可以簡寫加等於 這個寫法我想在java裡面 滿常出現 或者其他原因也有出現 那最後的話 再把它平均起來 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執行一下 把它這個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 他會跳出呢 請輸入學生成績 那我講實在 隨便輸入一個成績 80分 那第二個成績 不過特別重要 這個可能要點一下 因為你如果沒有點一下 他好像會錯掉 錯誤 然後92分 假如我再輸入一個 他再繼續輸 但我假設 我今天輸入了 有四個成績 enter過之後 那最後呢 我這個不要了 我就-1 當我輸入-1之後 因為壞 這個回圈 他有跳 如果等於true的時候 進入回圈 如果等於false的話 false喔 有沒有 不等於-1 就false對不對 他就跳離 跳離之後 就執行什麼 資金底下的這些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縮排 縮排 這個很重要 把這些後面處理完畢輸出 enter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會輸出什麼呢 print 有沒有 共有 這個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D的話 指的是整數 幾位 他就把person後面這些 這個資料幫你搬到這邊來 總共有四位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因為要算平均 所以我這個地方 可以把total 整個全部先加在一起 把這些成績呢 跑一個回圈 全部幫我加總起來 加總之後的話呢 再去除以平均 就是除以他總共幾個啦 減一個就是減掉負一那一個 把他除完之後平均 那所以顯示出來的話 本班的成績 這邊有一個格式 這個是整數 355分 就把total 放過來 有沒有 然後面的話呢 平均成績 為 88.75 如果說我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前面講過 有沒有 點2f ok 不過特別注意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點2f 前面多一個5啊 這個5是什麼作用呢 特別注意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位置 預留5個空間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這個數字 假如增加或減 至少要大於4啦 因為如果沒有大於4的話 他還是會幫你放超過 另外一種做法是 如果這邊不加5的話 他會直接就放在那裡 也不會保留5個空間 當然你這個地方 主要是放大一點的空間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數字 稍微加大一點點 把這個平均值就丟到這邊 輸出結果就看到這樣子 ok 那這個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利用來處理 重點就是這個append 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append的方式 可以讓我怎麼樣 不斷的加 加進來 然後利用LEN去算裡面有幾個 去把它做一個輸出 並且配合前面講過的 像FY回圈 像FOR回圈 ok 這個前面都講過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好了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的程式在雲端上也有 就這一段 如果我想 我還是一樣 我把那個 等一下我把source貼上了 所以你們如果 假設動作慢一點的同學 至少 你就把那個程式 把它能打的就這樣打 如果不行的話 就是 也至少 你就建一個module 那這個module名稱 我是取叫append1 底線1 你可以取其他名稱 然後呢 把這個部分 稍微練習一下 至少執行結果 可以秀出我們要的 那知道一下就是說 這個list 它的主要的用途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從網路上 download一些資料 像那個 樂透彩的資料 假設有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你可以先增加一個list 然後呢 只要抓一個 就append到那個list 最後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再把它整個輸出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就是 取一些數字 網路上面的數字 然後你可以先放在list裡面 再把它做輸出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第一個list的部分 當然list 不是只有這些用途啦 前面好像我們還有 還有看到其他的 相關的功能 那之後呢 用到我想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list的簡單的範例